总奖金15万美元的纽西兰羽球公开赛 台湾选手囊括了两个冠军 上午王岐霖和李嘉欣出赛混双决赛 有惊无险地抱回了冠军 而下午王岐霖再和搭档陈宏林 也在南双的决赛当中击败了印尼组合 王岐霖成为近十年来首位在纽西兰公开赛 一天内双金入带的选手 激动怒吼会在地板垂地 台湾宇球选手王岐霖庆祝和搭档陈宏林 一起完成纽西兰公开赛南双二连霸 兴奋不在话下 世界排名第八的王岐霖和陈宏林 以两个21比17 直落二击败印尼组合 安格里亚万和哈迪洋托 在同一天稍早 王岐霖和李嘉欣搭档出赛混双决赛大战 同样也开出红盘 对上南韩组合徐晨载和蔡佑丁 两人率先以21比19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虽然遭到压制但是决胜局 两人重新找回节奏 有惊无险拿下冠军 王岐霖非常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